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阿N会和大家介绍小燕妃的演艺人生。 小燕妃原名是冯燕萍。 他的别名叫做冯燕妃。 他是生于1920年8月28日, 绝于2013年7月29日。 小燕妃的组织就是广东、广州、 番茹的史乔。 他在广州出生。 他爸爸本身是一个米商, 买米的。 兄弟姊妹总共有七个人。 小燕妃排行第四。 很可惜,爸爸早小。 小燕妃小时就在私属读书。 曾经在曾江学校读过书。 小燕妃自小时就很喜欢唱粵曲。 在十五岁的时候, 小燕妃去到广州, 拜吴一笑做师傅。 后来也得到胡文心帮他赞曲。 小燕妃曾经跟月曲平后, 四大天王之一的鬼马歌后张月儿, 去过安南和上海等地登台演唱。 在1936年,小燕妃也开始参与电影拍摄工作。 他第一部电影就是大观晶片有限公司的出品。 这部片是1936年。 戏名是《血酒金钱》。 在1941年香港淪陷后, 小燕妃就转到广州和澳门等地登台维生。 直至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小燕妃就回到香港了。 后来她就和粤剧名令, 亦都是当时著名粤语片演员, 康山少, 结婚, 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后来夫妻离异了。 在1952年, 小燕妃就连同21位股东。 这21位股东包括李晨峰、 小燕子、 吴左凡等人, 成立了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 目的就是希望制作一些优秀的粤语片。 而这间公司的一些代表作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例如1953年的家, 1953年的秋, 春和1954年的秋, 1955年的爱上下集, 1958年的《紫微圆的春天》。 早年亦有投资拍摄过十多部电影, 包括1947年的《辣手蛇心》, 《天涯歌女》。 另外, 小燕妃也曾经因为帮另一位粤剧歌唱名家, 小明星。 小明星当时就要回广州医病。 小燕妃就陪小明星回广州医病。 她和小明星曾经在澳门新马路平安器院, 一年七晚登台。 当时就极为空洞。 小燕妃的遗人是什么呢? 她的遗人是相当豪爽的, 所以她有《河家瓶》这个绝号, 意思是她做人豪爽。 由于她一早就艺术都相当有成就, 所以她很早就已经撤馆授徒了。 她的授徒底就包括有梁英, 梁英就是歌坛玫瑰之称的。 在1961年,小燕妃拍完《小姑女》和《纽约唐人街瑞斯案》之后, 她不再拍戏了, 就不再拍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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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1970年代, 就移民移居了去美国。 在美国曾经经营酒楼生意。 小燕妃在2013年7月29日, 就在美国的纽约病逝。 跟着下来,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小明星一些著名曲目。 她唱过什么曲目呢? 以独唱来说, 她著名的曲目就是包括有 魏尚语依曲, 非燕迎春, 月下红凉, 一枕天崖冷, 红楼抱月面, 蜜月池, 海角红楼雷雨出奔, 点点落红飞水乱, 抱着琵琶带蕾, 月下红凉, 归时, 定替年, 莫问奴归处, 抱夫妻相, 灯红酒绿, 淚迎琴, 春到人间, 詩迷迷, 夢归, 和恨索洪流等等。 至于合唱的曲目, 包括有以下你们, 艳曲醉周朗, 和申马斯增合唱, 云归离恨天, 和申马斯增合唱, 文苏晨, 和申马斯增合唱, 申马斯增, 和申马斯增合唱的, 申马斯增, 和和鸢略合唱的, 正德王, 哭李鳳, 和罗劍郎合唱的, 又和申康道娟, 亦和任劍辉合唱的, 合唱的, 就是款擺紅令帶和海角紅樓 另外跟張月兒合唱過的《衝冠一路惠紅眼》 另外跟靚翅伯合唱《滿月蠻花》 最後有跟白驅榮合唱的《淺作怪》 今天和大家分享小燕妃的演藝人生 分享到這裡暫時休息一下 下一集再和大家分享小燕妃拍過什麼電影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請大家留言、點讚、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訂閱阿安與阿鈴頻道 下一集再見 拜拜